这是目前S1的路头啊 野人杂技技师加火灾调查员 上来掀夹子封口 两夹吗一夹 然而这边其实并没有人 人老早已经拉走了 火灾调查员的话 这边已经往海滩方向去了 不过无所谓啊 这个夹子呢 或多或少 应该是有些作用的 不能说没作用 待会儿溜着溜着 过来了说不定还有奇效的 第一高 哎一攻好的 咔嚓嘞 好了 现在你去小房 不好意思啊 那边我已经布好了机关 就等你来了 哎就等你来了 这边的话进板子 一颗球封口绕一圈吗 有没有 好绕一圈 前面哎前面 看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 哎呀 哎呀 小伙子不错哦 啊是看到了 还是有有意识 还是远远的 刚才就瞄到了 不太清楚 反正现在是完成了一个比较顺利的击倒 同时是个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 能挂上的话 路头这把就是平局起步了 嗯 这里祭司被通缉到了 而且离得比较远 那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野人过来 就这个地下室呢 一勾 加个落地刀 就 基本上人救不下来了 这边是 三夹封口 不过这边好像窗口的那个夹应该是因为椅子的关系应该是没了 我们待会来瞄椅啊 看一下有没有 这里夹子好像是已经没了 野人这边的话也没有打算救 现在骑着猪过来看到了 勾一手 勾一手把他勾下来 这个人基本上就救不下来了 只要勾就行啊 哎呀 我的天 预判了一手没能成功 那有点尴尬 七秒钟以后下一个勾 这边 野人 好像还是救不下来啊 一勾勾中 滑步落地刀 好来 然后这边翻出去有个夹子 阴险 独辣的老猎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野后碰到路头的地下室 特别是胡锦纯这个小房的 真的不要救 感觉这个地下室 它就是一个纯纯的陷阱 纯纯的一个陷阱屋 来 野人都救不下来 那只有守墓人和祭司了 从非正常的路径去救人 你要正常的路线 感觉就谁来了都不好使 对啊 你们两个队友 要做的事情 就把机子修完 看看能不能 但跑两个应该不太可能 跑两个应该不太可能 这里的话 看他们马鞋走动 好 夹子再封一手呗 勾中 打一刀 有闪可切船 闪现过来 封住你 好的 这边的话一颗火球 封你技能 双方一波技能互换 最终杂技 这边的话 下一个勾 倒地 好无解呀 真的没什么办法 就从这一局看下来的话呢 就是夹子 勾子 用的好 然后配合地形 直接完成四抓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 差不多就结束了 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